在這個禮拜六 你可以注意到有兩個地方 進行的立法委員的補選 台北跟台中 但是選出來的結果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大家之前認為說 那白色力量是無比的大 但是選舉的結果 卻超乎大家的想像了 是 立綱本來有人認為說 有柯文哲的加持 陳思宇應該代表白色力量 應該會衝到很高的票 結果沒想到這次一選 連一萬票都沒拿到 才拿9000多票 才9000多票 是 結果他得票率 卻11.99% 出乎意料也低 反而是國民黨的陳兵符 還衝到39.3% 何志偉47.76拿他當選 但是何志偉雖然 成功幫民進黨保下一席 可是他們的黨主席 左榮太也就是說 好像和風吹過來 表示說民進黨站穩腳步了 民進黨真的有站穩腳步嗎 難道真的已經擋住了寒流嗎 其實恐怕未必見得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看 選前的民調的話 其實陳兵符的差距 跟現在非常非常大 我們來看看 吳子嘉董事長當初怎麼說 何志偉是28.3 陳兵符是18.8 陳思宇是10.3 10.3 但是 你的數字怎麼那麼低 陳思宇第三名 之前民調陳兵符才18.8 其實你看差距 陳思宇幾乎沒什麼變化 他最後是超過將近12% 所以大概才增長了一點多而已 然後何志偉當初是28.3 他有成長 成長了好像19%左右 可是陳兵符成長更多 陳兵符成長了20%以上 對啊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其實照理來說 國民黨在這一區本來就難選 為什麼 因為2016年 姚文治選的時候 他拿到59.29票 他拿超過10萬張選票 其實那算是大勝 然後2016年總統選舉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在58.40 拿到58.3% 大頭也拿到63.34% 所以你換算起來 他在那邊拿超過6成以上的選票 因為市民大眾 本來就是綠色的票倉 是 所以照理來講的話 何志偉應該是很輕鬆就可以獲勝 更重要的是 姚文治這次輸得這麼悲慘對不對 照理來說 這些綠營的民眾 應該會更集中來投票給何志偉 結果何志偉 結果只拿到這樣的票數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所以有人就在想 會不會是韓國瑜加持的結果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選前的時候 選前三 四天 對 選前四天 當時韓國瑜有跑來幫陳兵甫加持 當然因為他其實高雄四天很忙 所以他就只有來了這一天 如果說當初是韓國瑜 全力複選下去的話 可怕陳兵甫會衝得更高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邊 也就是台中的補選這個地方 台中的補選 對 沈智慧後來一樣是拿下了 然後贏了這次的選舉 拿到57.78%的選票 可是我們來看之前 林佳龍在這個區 他的北區拿到53.55 北團區拿到52.93 其實都是過半 對不對 同樣的蔡英文總統選舉的時候 一樣51.47跟51.42 一樣也是過半 綠營在這邊真的沒有拚面嗎 未必 尤其是這一次王毅川 他可是林佳龍的愛將 然後他還比較年輕 那個沈智慧 其實他已經離開立法院11年了 其實有一段時間了 其實很多人搞不好都已經忘記他是誰了 結果一個老將重新出馬 對上一個代表年輕的力量 結果居然沈智慧是毫無懸念的大勝 其實我跟你講 中間韓國瑜有幫忙 當時韓國瑜因為他分身罰術 他沒有辦法去 可是那個電話敗票錄音 是韓國瑜錄的 然後到選前最後一天 他還叫誰去 他自己沒辦法去 叫他女兒韓濱 韓濱去了 對 韓濱去那邊幫他加持 所以沈智慧後來就是 以穩定的高票數 然後擊敗了王毅川 所以其實你說沒有韓流嗎 韓流到處影子都還在 但是立剛 現在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好玩 現在很多人 只要有不利於綠營的一些新聞 他馬上就說這是栽贓了 比如說這個有一個張姓男子 他莫名其妙 他跑去拿棍子打警察 要打警察之後被逮捕 逮捕了之後他很囂張 他很囂張說你知道 我知道打人是不對的 原本我是想殺警察的 這個人會不會太誇張 他說感謝這張護身符 讓我當天交保回家睡覺 那這張護身符看到沒有 民主進步黨黨政 沒有 當時這樣弄出來之後 很多人都嚇到 這個人會不會太囂張 你知道這樣子 讓綠營的面子掛不住很難看 結果馬上有人就說 其實他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故意栽贓叫我給民進黨 那張黨政根本就是假的 結果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民進黨自己去查之後 有沒有 他是有效黨員 2018年說還是有效黨員 然後又有人說 你看那個高雄 韓國一踢這標線整個歪掉了 這什麼落差的施工品質 結果人想說 韓國一都是騙人的 結果你知道 第一個他沒去查 這不是高雄市政策 這是自來水公司的 這是自來水公司的 而且我跟你講 你說這真的是施工不當嗎 錯 因為它這個是一種熱熔的工法 那一天因為溫度太低 所以他還沒有辦法黏緊 其實只要過幾天 然後溫度稍微一高 他就會黏在那邊就不會動了 其實這是正確的施工方式 不要什麼東西 遇到什麼東西像刺蝟一樣 就緊張的想要去反擊 當然韓國瑜上任之後 他推出了很多新的構想 比如說F1賽車 他想要引進來 可是後來 他說他經過實力考察結果 因為高雄航空站 沒有辦法起落 這個747這種大型飛機 所以你F1賽車要進來恐怕有困難 結果高雄航空站出來打臉 你知道他打臉韓國瑜 高雄航空站怎麼說 他說我們可以讓七日清 滿載降落 我們可以讓他降落 只是沒有辦法讓他起飛而已 可以降落不得起飛 那不是廢話 難道你要飛一下 你就一輩子停開車不要走 我們看著現在的這個時候 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於這次的立法委員的補選 國慶 韓國瑜這次 他其實並沒有強力的去輔選 他就像沾醬油一樣 點一下 點一下而已 他如果全力去輔選的話 結果可真的會不一樣 我上個禮拜就講過了 他來的過程是來交代而已 對國民黨一個交代 他如果真的要輔選的話 辦大型的演講會 像三三那種造勢活動 在台北人這麼多 國民黨自治這麼多 他如果在台北會辦一場大型的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 因為漲停機也不錯 投出來的票 我認為都是基本盤而已 都基本盤 在選前我就有評估了 有憑估說 應該結果是何自委會會當選 因為他一定要登記經營 他也不選議員 他們家族包括士林 士林它是傳統性 所以說這個結果我們不意外 如果意外的話 我今天就剛才就賣 請我吃飯了 因為我兩個小師 這不能說的 大家都有口福了 我們兩個打賭2萬塊的牛排 是我們大家都可以去吃的 事實上 韓國瑜的韓流還在不在 在 絕對在 韓國瑜如果被他去掃家去 或是說電話親自打電話拜訪 用電話錄音 還造勢一場 這個可能就會翻盤 就可能會翻盤 因為他會刺激到 深藍的這些選票覺得說 你是說把他激出來 對 會激出來 他會覺得我有光榮感 因為韓國瑜都聽出來 都在拚 我們要來等 要來等 我們是跟韓國瑜 韓總一起打贏這場選戰的 不是陳平虎打贏的 是我們的力量與務 但是他沒有把藍領的那一種 光榮感那一種使命感激發出來 他只是來交代一個因應 可能對 柯文哲 不好意思 柯文哲有殺一個 但是柯文哲這個女孩子 酸胸胸胸真的比較意外 就是年輕朋友沒有因為空軍 沒有因為網軍 就招出來導票 其實陳建民 他爸爸陳建民 以前在這個區塊 他也經營得很深 經營得很輕 所以我基本上看起來 除了他的基本盤 加上一點點年輕人 可能是欣賞他年輕的形象以外 基本盤我感覺都沒有什麼動到 沒有動到 對 因為之前有人都說 陳思雨如果這次能夠上的話 代表柯文哲要進軍2020 就比較容易了 整理是個前哨戰 但是 結果看起來數字差不多 跟民調出來的結果居然一樣 是他一樣而已 其他兩個都改變 陳思雨一樣的低 對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這樣 他說要像柯文哲那種魅力 有差一段距離 因為彭鎔角 他剛開始選的時候 他就做出批判了 他就對其他候選人提出批判 其實他不用怕批判的角度 他年輕 還有興奮 結果你就像小伯爵一樣 你竟然出手勢就是打擊對方了 我覺得他是戰略錯誤 他戰略錯誤 他如果怕年輕人的方式 比較低調一點 讓柯文哲把他加齊 但是柯文哲遇到韓流 他是也不想去得罪韓國瑜 因為畢竟韓國瑜已經免住了 他 韓國瑜來之時 交代一個聽你懂的立場 我說聽你懂的立場 他不得不出現 但是如果要讓韓國瑜 大力去輔選的話 這個結果就不一樣 一定不一樣 俊逸 剛剛國憲有講話說 現在這個時候仍然有 寒流的效應存在 台北 台中的立委補選已經結束 再來就是看那台南了 那個韓國瑜說去看龍蓋森 可是他這樣子寒流的效應 在整個南台灣 不會整個延燒出來嗎 高雄跟台南剛才就鑑譜 鑑譜 這次韓國瑜那邊的選舉 台南這裡 國民黨的支持者是說 韓國瑜的支持者 很多人都跑去幫忙 台南人投票就先 要回韓國瑜說 我要選票 沒韓國瑜 他不知道他 因為那個看板放到台南去 有人挑戰要回韓國瑜 去跟選婦人說 我的選票怎麼沒有韓國瑜可以蓋 你們作票是不是 他說先生 你這裡是台南 是 我在台南那個時候 選舉的時候還看到很多 韓國瑜的集中 去用車都搭韓國瑜的號碼 頭像替他宣傳 所以這個外溢效果 可能台南受影響 如果那個是一個潑震的話 你說那個潑震會震到台南 強震區 所以韓國瑜對台南3月份 3月16如果沒有記錯 高雄的投票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變數 從台北來看台南 大概可以看出幾個端倪 三大政治勢力的熱情度 如果以藍 綠 白 這三大勢力在台北的情況 這個熱度看起來 國民黨跟民進黨現在 是處於不相上下的這個階段 也就是說在敗選之後的 這一個月有回溫 確實有回溫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韓國瑜效應 韓國瑜因為他這一次 對台北幾乎是沒有去插手 他是去說話說承認人情 問道友 他也不願意這個時候 就跟柯P有對決的 被外界解讀的這個現象 所以柯P 韓國瑜的效應 在這一次台北的選舉 是沒有被放大的 沒有被放大 是有一些幫忙 但是沒有被放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看現在民進黨 大概我們總統太主席所講的 開始回軟 回溫了 這確實 從這個來看台南 個人魅力 謝龍介是強過郭國文 對 個人魅力 但是還是要看 他如果要拿中間那一塊 這所謂的白色力量的這個票 白色力量大概台北的比例 會比台南高 但是台南也有大概兩成多 三成的這種白色力量的票 這個個人魅力的熱情度 可能對這個謝龍介是有幫忙的 所以如果 我們再觀察看看 如果說這兩股力量有河流的話 民進黨就陷入危險 如果沒有河流是三腳都 我覺得民進黨這一次是 有機會來抗寒的 這一仗才是真正跟韓國瑜在打 因為他是強政區 韓國瑜我想這一次不會問島儀 可能去那裡是要整個棒了 要把他當成他的一個 重要的選舉 有些人說當時如果讓容蓋森 來選台南市長的話 可能黃偉哲還沒辦法上 這個都是 還留著效應整個延伸過來 這個是事後諸葛 這一次的補選會影響台南 在四年後 三年多之後的 這個市長的選舉格局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補選 是可以看出 從這個補選就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民進黨在台南到底 他的崩落 他這個票的萎縮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有一個特殊的因素 對民進黨是非常不利 就是說郭信良議長 他脫離了民進黨 他帶走了 等於是民進黨是處於 分裂的一個狀態 這個分裂狀態如果沒有被整合 或者說我們的支持者 對於這個分裂是接受的 這個樣子民進黨 可能在台南這個格局會大變 這個要看這次補選出來以後 再把它回推 正常的一個投票狀況 大概就可以算出 民進黨在下一次的選舉 狀況為止怎麼樣 郁敏 像剛剛俊逸在講到說 韓國瑜的效應在台南這邊 可以看得出來 再來這一次的立委補選之後 衍生到後面 下一次的市長選舉 但是韓國瑜現在在高雄 的整個施政來說 民進黨用盡了方法 要給他打壓 可是卻沒辦法壓得住 但我們看到了 台北這次的立法委員 補選出來的一個結果 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韓國瑜的這個能量 如果說整個釋放出來的話 他的能量是超過柯文哲 現在這個時候 白跟綠最怕的 應該就是那韓流了吧 沒錯 現在韓流的效應 我覺得持續發威當中 這個是為什麼高雄市 這個民進黨 一定要來全力圍堵韓國瑜 因為他希望他這個韓流 不要再持續發威擴散了 會影響到他們的選情 我覺得韓國瑜 真正發威的效應 當然他那時候來幫陳炳甫 有拉他一把 所以我相信陳炳甫這一次 衝到這個39%的票 他等於比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當時是潘懷中代表 我們就是國民黨禮讓 這個潘懷中 拿到36% 這一次陳炳甫還可以再成長 到39 將近40% 我相信除了陳炳甫個人的努力 韓國瑜適時拉他一把 那一天他來 因為整個新聞做得很大 所以大家還是知道有韓國瑜 但是的確像剛剛前面幾位講的 韓國瑜還沒有真正發威 因為他不是在一個造勢場合 也沒有跟他一起站在車上 他只要沾醬油一樣 點一下就走了 他是在一個封閉的就是來 然後大概半小時時間就離開 所以有點行李如矣 但他已經產生效果 我覺得真正韓流發威 會是在接下來的這幾席的 立委補選當中 特別是我個人覺得 觀察指標也是在台南 因為大家別忘了 這個謝龍介跟韓國瑜的交情 比韓國瑜跟柯文哲還要好 因為韓國瑜在選市長的時候 謝龍介是請全力幫他 當他沒有資源 沒有什麼人力的時候 從頭到尾都在幫他 對 韓國瑜 他其實這兩天已經公開說了 謝龍介有需要的時候 他一定幫忙 你就知道說韓國瑜 他是要全力想要幫謝龍介 在立委補選這一席 是可以拿下的 當他是要全力幫忙的時候 跟他來幫陳秉甫 只是半小時的亮相 那個效應就完全不一樣了 因為台南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席國民黨的立委 如果在台南這一席 他是關鍵性指標 謝龍介可以順利拿下的話 那就是開始要來翻轉台南了 所以我覺得就謝龍介本人也好 就韓國瑜也好 就整個國民黨也好 將來在這幾席的立委補選當中 大家會把重兵壓到台南去 因為台南只要贏了 民進黨就是輸了 就是台南這一席最關鍵 因為新北市 新北市來看的話 就是如果綠營還是維持對不對 但是現在最有可能被拔掉的 我個人認為是台南那席 因為現在的選風已經變了 謝龍介他現在在媒體的知名度 他的空軍優勢是遠勝於郭國瑜的 你如果去問大家大家可能不知道郭國瑜是誰 但是全國大家已經都認識謝龍介 就是說他的那個知名度 跟韓國瑜當時擁有的空軍來講 謝龍介的空軍也非常的強 那現在謝龍介缺的是什麼 地面戰 就是陸軍的部分 陸軍國民黨在當地當然也不是完全 都沒有組織能力 但是因為過去的超兵可能比較 都是偏弱的 對 陸軍這一塊 我覺得韓國瑜他來適時的補強 空軍跟陸軍的部分 把它強化之後 我覺得這個翻轉台南的選情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這一席如果真的拿下的話 那就是韓流的威力再次彰顯 大家就會想到說 而且在台南 韓國瑜根本沒有任何的機會 對 就是說高雄韓國瑜 可以翻轉這麼綠的一塊 然後韓國瑜如果再來加持 又翻轉了台南的這一席 我覺得2020的立委 那就有得看 就是說過去民進黨 他長期在台南是 全部都是他們的立委 這一個部分 一旦被謝龍介翻第一席之後 我就緊接著就會有第二席 他應該就是選前那天 我就站在你謝龍介的台上 對 他對他的輔選 絕對不會只有一次 他直接跟黃韓純對決 而且他會讓大家知道說 謝龍介是他的兄弟 就是你投給他 就等於是支持韓國瑜 他一定是用這樣子的力道 去挺的 到明年的2020 很多區域的立委 還包括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大家都還需要這一國安定 還有包含總統大選 對 持續的加持發揮 Lina 現在這個時候 韓國瑜已經上任 一個月的時間了 之前的話當然在選舉的時候 藍綠之間的對立 是非常的明顯的 但現在這個時候 會不會有些支持 陳其邁的這些民眾們 他們看到韓國瑜讓高雄改變 他們的觀念也改觀了呢 其實有一些原先比較是綠色的 或者說他可能是綠色的這個黨代表的部分 其實這陣子我也跟他們互動之後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他們覺得韓國瑜市長的這個方向真的是很正確 他們覺得將來高雄市如果又有一種改變 那一定是韓國瑜的這種方式 所以他們對於韓市長上任到現在 所帶給高雄市的氛圍 他們萬萬沒想到有這樣子的一個改變 所以對於這些綠色以往的支持者 對韓國瑜和韓市長也抱持了高度的信心 他們覺得高雄市當下的這個氣氛 也不過是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跟以往卻是截然的不同 所以也很多的這個綠色的支持者 甚至在穩住一些泡茶的一些長輩 有一些可能他對這個色彩上面 是沒有那麼樣的明顯的 他們在這一次裡頭 對於韓國瑜的紅包 韓國瑜的春聯 都是高度高度的一個期盼 就是能夠拿到紅包跟春聯拿回家 然後有一個這個祝福的一個氣氛 這個氛圍就可以感受得出來 大家對韓市長的支持度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不論是選候藍或是綠 對於韓市長的這個共同的一個理念 就是說能夠要讓高雄市的整體經濟變好的這件事情 是持一個共同的態度 甚至我們前一陣子在提到就是說 高雄市有許多的弊案的事情 綠色的支持者也同樣的認為就是說 對於這些事情應該共同的 對於如果以前不對的事情 應該要把它揭發出來 讓所有的民眾知道 以前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這是我覺得非常特別的地方 Lina 那個剩下了一個禮拜 就已經要過年了 現在這個時候的高雄 看到了這些市場 看到了這些攤販 還有包含了這些年貨大街 現在生意有變得更好嗎 是 有的 立剛我們在這一段時間 可以看到三鳳中街 甚至是其他的在市場裡面的攤販 既然每一個地方都發現就是說 民眾的消費力 消費的這個意願是提高的 那以往對於將來就是說 在過年後可能他的工作的狀態 或是他將來的收入都有疑慮的狀況 其實在過年的氣氛 尤其是在高雄 過年的氣氛是一年比一年還要淡 那所以對於這個消費的部分 其實民眾是持一個比較保守的態度 但是今年似乎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看到三鳳中街 幾乎是天天人潮都滿滿的 而且在菜市場裡面 一般菜市場裡面 都開始擺起這些年貨攤 在這些年貨攤其實生意都變好了 很多的這些擺攤的阿姨 也都在講就是說 今年真的跟以往的氣氛不太一樣 民眾似乎比較肯花錢來做消費 友華哥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韓國瑜的海流效應在延燒 可是在這選前的時候 綠營的人就認為說 那個時候民調看起來 這陳其邁他已經該是大勢已去 所以民進黨包含了花花的局棄 包含新潮流 他們那時候就已經開始在佈正 準備我在這選後 韓國瑜你上任之後 我想盡辦法就要對付你韓國瑜了 各位 你曉不曉得 本來新潮流在那個時候 他還不想出手 但是就我所知 蔡英文總統說 你們一定要幫陳其邁當選 不然的話 他這個政權搖搖欲墜 所謂搖搖欲墜 這個中間一個關鍵人物 就是立錦翔他們 他們準備那個時候打 什麼牌呢 第一個韓國瑜就是駕車發生車禍 他們本來是想說是不是韓國瑜 把以前的老事情挖出來 酒駕造勢 那個是已經將近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個韓國瑜那個時候是在雲嶺 所以他們想借用這個把它給搞大 那把它搞大的時候就我所知 他們至少找了四個名嘴到五個名嘴 分在不同的電視台 大概兩家到三家電視台 想要討論這個題目 故意要讓這個議題發笑 他是說韓國瑜是酒駕造貨 然後造貨以後自知不理 他準備要往這個地方倒影 結果韓國瑜大概也事先知道了 這些人要討論的問題 韓國瑜用了一招就把判決書通通 不是弄到網上嗎 你們去看究竟是我酒駕造勢 還是酒駕造討 好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像台塘租地建學校 就是建賣建租國土的問題 建租國土的問題 因為它是在雲嶺 建租在國土的問題 所以它在雲嶺的時候 它租金特別的低 然後他們想要用這個去操作 你韓國瑜的雙嶺教學 原來是建租國土等等那些 然後你雙嶺教學 你收費不合理 你又有其他的問題 他要打這個 事實上那這些 因為是韓國瑜 他長久存在的事實 而且台塘還把所有的地 都住給很多選校 對 所以當他打不動的時候 各位曉不曉得 民進黨新潮流死了兩招非常狠的 什麼招數 他那個招數就是把高雄縣的山跟海 這通通是我朋友跟我講的 山海 所謂山就是高雄的內地 所謂的海就是靠近海邊 他把農林漁牧水利會的通通找來 說如果你們再幫韓國瑜的話 上來一定是清算鬥爭 況且就我所知 連名單都交給像包含李俊玉他們這種人 就是我是比喻 說看如果那你不願意幫我的話 下一屆的農會總幹事是林國慶 這個余會總幹事是李俊玉 名單他就丟了出去 他說只要你們不幫陳其邁的話 陳其邁一旦勝選的話 你們這些人通通給我滾 那這個就是激起了龍林漁牧水利會 他們的同仇敵愾 就是說你們這樣子是要把高雄的派系 通通給消滅掉 這一招是非常狠的 第二個就我所知 幾個重要的條阿咖 相關人士都已經進行調查 準備 好 準備 就是說進入到白熱化的時候起訴 起訴 所謂起訴的話 人什麼一張發票沒有拿 或者是那個什麼虛報帳目 就用這種去威脅韓國瑜的條阿咖 那其中一個我講黑派的故事 菊姐上台以後 那個新潮流他們幾乎沒有照顧什麼 余振縣他們家 所以各位去看 你余振縣的家族像那個余成月英 他們等等 這些人陸陸續續走了以後 你民進黨都沒有任何的表示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已經警告了高雄縣的不少人 所謂高雄縣的就是 當年瑜伽班的那一些人 就是瑜伽班 專門搞那個動員的這些人 他們就是警告他們了 警告他們做那個什麼事 說你們真的 真的是暗中幫助韓國瑜的話 那就對不起 我們一定對你動手 那換句話說你把紅 白 黑 三派全部都給打掉 這個就是新潮流幹的 還有一個各位曉不曉得菊姐 他還真的下去作證 雖然菊姐他並不喜歡陳其邁 但是他還是下去作證 將近長達兩個禮拜 請問菊姐是誰的總幹事 你們告訴我 是不是蘇貞昌的總幹事 蘇貞昌的總幹事你跑到陳其邁那邊幹什麼 就是說從十月下旬 你洪耀福他又不斷的發布了一些假消息說 陳其邁還在韓國瑜之上 事實上已經是五到五 已經差距到五到七 然後到了十一月 菊姐也好 蔡英文也好 用盡洪荒之力 就是要賭韓國瑜 然後最後我再講個一句 各位有沒有發覺 當不確定的因素越來越高的時候 他在高雄的輕軌方面 他就是馬上通通都已經進來了 這個從這一點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們本來是 輕忽 輕視韓國瑜 但是到了最後他們也沒辦法 可以看到在韓國瑜現在這個時候 當了市長之後 他說的高雄要發大財 怎麼發大財 我們注意到最近的時候 他一個招商會 在高雄這場招商會裡面 有458個廠商來到 而且這些人都是投資的金主 投資的金額可是將要為高雄 溢注進來1000億的資金 5萬多個工作機會 而且裡頭比較指標性是什麼 海霸王一般以前 我們不是都認為 他跟蔡英文家族關係比較好嗎 結果他這次在高雄 加碼投資80億 海霸王投資80億 80億一個參與業來講 很多 對 非常大的一個投資 表示他看好高雄的前景 還有一個業者 費輪胎業者本來要在台南投資 結果後來覺得說高雄好像更好 所以他現在要投資15億元 但是投資高雄去 而不到台南去投資了 所以整個盛況真的非常熱烈 但是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就是第一個 你知道嗎 這次的招商會 照理來講 屏東縣長潘洪安 台南市長黃偉哲 嘉義縣長翁張良 這些人照理來講都要去 因為本來是南部武縣市的 結果真正到場 只有一個人就是誰 就是韓國瑜 你看只有韓國瑜 縣市長只有他一個人到 然後你知道當時 本來他們預估 就是說大概只會來200位企業主 結果沒想到一聽說韓國瑜要來 結果報名不到10天 已經超過400人了 人人開更多 然後後來他們在那邊 負責籌辦的單位就說 你們不要再報名了 因為我們人太多 場地太小塞不下 結果你知道有的企業主 跟他講說沒關係 我自己帶板凳去 帶板凳都要參加這場會議 因為他們就想去看看 韓國瑜到底是不是能夠 提供給他們更好的一個 投資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感覺真的是 非常非常熱烈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真的在動起來 但我也覺得奇怪 其他幾位縣市長怎麼不去 難道是說你們真的 現在要聯合起來圍堵韓國瑜嗎 韓國瑜在會上也發了好語 他說我現在 只要你們都要來投資 你家一南就能蓋萬里長城 圍起來我也不會餓死 就是因為有更多的廠商來投資 我們高雄可以自給自足 就不用去看你們其他人的臉色 也不用看中央的臉色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韓國瑜這一次上任之後 到現在 我看他幾乎每天沒有在休息 到處不斷就是在跑行程 然後最近在幹什麼 因為快過年了 要發春聯 要發紅包 你看那個人潮是多 你看那個排隊人龍 海流還在發威 但是問題是一般 我們看到政治人物發紅包怎麼樣 就這樣拿去 樣板的一直發出去 然後旁邊的水戶 可能還幫你們說趕快離開 可是你看韓國瑜 每一個是撕逼攻擊 而且看到小孩子 他一定彎下腰來 而且他雙手把紅包拿給人家 他除了發紅包 還去參加韓式尾牙夜 那在韓式尾牙夜裡頭 有一幕其實也讓人家滿感慨 就是有一對父母 大概已經60多歲 然後他的孩子全身癱瘓不能動 他也帶他們來參加 然後父母在裡頭看到韓國瑜 就跟他講說 其實他們真的很擔心 擔心什麼 擔心有一天 他們兩個如果離開了 這個女兒怎麼辦 他全身癱瘓不能動 誰來照顧他 其實講到韓國瑜自己聽到 其實也是滿鼻酸的 然後趕快去擁抱他們一下 那我必須說民進黨 我覺得你們自己要想想看 你們以前也是 從那個地方基層打拼出來的政黨 乘幾何時 你們是不是忘了 怎麼跟民眾親近 所以你們才會敗得如此之才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真的要好好反省 徹底檢討 趕快追上來 現在徹底檢討 國慶 有可能嗎 201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民進黨慘輸 輸了以後到了現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注意到 韓流的效應仍然在發威 這麼多的人排隊 都只為了要見到這個突逃 可是這樣下去 是不是2020年的時候 連這方面嘉義 台南 平東 全部都淪陷了 就想到我一個朋友 他是做翁妖姬的 在宜蘭 就是礁溪下去 台灣最有名的翁妖姬 翁妖姬 對 他女兒才幼稚園中班 有一次我去他家 他跟我說 同眼同語 但是我聽得很好笑 他跟我說 阿伯 阿伯 我們在睡中午 他講台灣話 我們在睡中午 有一個小朋友 畫韓國瑜 我們大家都畫冬蒜 大家一直畫 一直畫 在睡午覺 在休息午休 小朋友在那邊喊冬蒜 對 就是一個小朋友他喊 韓國瑜 整間大家都睡了 又翻開冬蒜 把那個氣勢都喊起來 喊到老師趕快制止說 你們幹什麼不睡覺 喊韓國瑜動蒜 大家就笑成一團 我就說 聽到這個笑話 我就想說韓國瑜 有這麼英雄跟我們家裡的小朋友 幼稚園在學校睡午覺 一個喊韓國瑜全班喊動蒜 那表示什麼 表示那個旋風 已經連小朋友 每一天看電視節目 就說韓國瑜 韓國瑜 如霧染 你說是不是會影響 台南 屏東 嘉義 說真的 這一次就有影響到了 這次台南 如果不是李中白拿11萬 共產黨輸幾萬 輸5萬而已 還有虧姬法庭也拿6萬 大家的這些選票 你把想像說這些選票 他們如果沒有出來 6比4 那一定支持黃偉哲 不一定 對 如果他是民進黨死忠的話 他明知道這個里長不會上 虧姬法庭 他到底也不會贏 他為什麼還投給他們 這表示什麼 是理念票 嘉義也一樣的狀況 嘉義這次 如果不是這份農業局長 農業局長就是吳韓明 現在已經被韓國瑜援覽到高雄 他這短期間一個月 他表現得也很好 現在高雄看得到的政見實行 就是從農業著手 都有立即性的反應出來 起色 整個都起來了 對 當初如果吳韓明賣選的位 民進黨有贏嗎 也是沒贏 對 也是沒贏 所以在兩個月前的選舉 就已經有感受了 尤其這次的報算 剛才說就在那裡 他說的台南這個報算就好了 非常重要 他是韓國瑜 翁華發展擴展版圖的 第一個前哨站 而且是在隔壁而已 他跟謝龍介 他們兩個島嶺加親 我還沒記憶 謝龍介這一次 他不只是選得漂亮 他的議員選得好 第一高票 他整天都在做選 都在上節目 他還有吃選第一高票 你還沒記憶 到台南市的議會這麼難看 可以讓郭信良拚佔了 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於是像他利用 你們民進黨內亂 來 我無條件 我把國民黨的選票都給你 不要讓民進黨掉 把民進黨漏掉就好 所以基本上 郭信良還欠他人情 所以要選舉 田錫第二小孩 田錫剛好這個時候 他剛好回紅 第二剛好在隔壁 韓國瑜欠他的情分 如果要趕來像三三 趙氏這樣操兵的威 他的威 還有你不要忘了一個人 誰 阿彬總統 阿彬總統 阿彬總統公開在他的臉書直播說 新條流真正吃相這麼難看 都幾碗瓶有沒有 阿彬為了郭國雯這室 說幾碗瓶的問題 所以天錫第二小孩 謝龍介是有贏的條件 沒有輸的理由 民進黨支持者 民進黨支持者也會因為這一次 大敗 感覺說 大家都把民進黨打死 打這個這麼大 打這個這麼嚴重 一敗看他把努力回來賣 民進黨的支持者很好激發 所以說這一場會影響到台南也好 屏東也好 嘉義也好 從謝龍介這一戰 結果可以知道 韓國瑜他怪異的力量 他挺的力量 因為跟台南 沒有像柯文哲的關係了 他跟黃偉哲沒有任何交情 沒有任何交情 所以說這一局 這局台南的微波算 我到目前還看不出來 還沒辦法去真正的去預測他 到底謝龍介能不能贏 但是贏的原因 我想還是來自於郭信良跟韓國瑜 以及他本身的條件 民進黨 民進黨這次補不掉 補不掉 他也會像傳染病這樣你知道嗎 會跟傳染病一樣 2020年對民進黨的執政 就是很大的挑戰 玉米 剛剛俊宇講到一點 心態上的問題 現在這個時候民進黨的中央 他們的心態有改變嗎 看著韓國瑜現在這個時候 他說南台灣光經濟 我自己為一個長城 都可以讓自己找到自己的活路 但是民進黨現在這個時候 他自己有沒有虛心去檢討 他究竟錯在哪 他輸究竟輸在哪裡 上任一個多月了 現在這時候韓國瑜 有人甚至還說他要出來 拱著他要出來選2020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的檢討 表面上的是有表層的是有 所以剛剛大家講說 看到韓國瑜直播網紅 然後就開始跟風 可是小英學的事不像 對 所以他們就學表面 就是以為這個形式上 就是學個網紅的樣子 就可以贏得民進 但是不是 你仔細看看韓國瑜他的動作 他在這個公開場合 他跟民眾的這個接觸 他都是非常親民的 而且他是會體察到周遭的變化 像他今天發紅包的時候 他要發1000個紅包對不對 發完之後 他看到遠遠有一個孕婦 排隊排很久 他沒有拿到 他就趕快拿一個紅包 就是去發給那個孕婦 這代表什麼 韓國瑜有一種 比一般政治人物 還比較少見 他會注意到一些小細節 對 也就是悲天命人 他比較會去重視 弱勢的這一塊 這個跟他過去就是 長期的失業 然後他跟更多的社會底層人 接觸我覺得有關係 包括他最近 他去參加這個韓式的尾牙 你知道參與的人都是很弱勢的 身心障礙 獨居的老人 或者是單親家庭 他跟他們在一起也很自在 而且他也宣誓什麼 他說我不只是我的左手要來拼經濟 另外一手我要做的就叫做慈善 所以拼經濟有成果之後 讓這個社會得到公平 我分配給這些弱勢的民眾 你看他講得多漂亮 就是他兩面都要做 而且他也不是嘴巴講而已 你知道他去住 除了第一天住這個果菜市場之外 第二次他的這個入住 他就去選擇兒童之家 跟這一些孤兒 其實跟他們過夜 然後去聽他們的心聲 理解他們到底要什麼 我覺得這一點 就必須去重新出發的 現在民進黨的檢討 我認為就是檢討表面 檢討形勢上為什麼輸 但是其實他們真正輸的是 輸在已經失去民心 韓國瑜這一次為什麼贏 贏也贏在他贏得民心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他的執政 他都看到老百姓的需要 我覺得這一個其實是很難得的 因為很多政治人物 他其實很容易會被 表面的權力所迷惑 所以有一些先制首長 或是說我們說總統也好 拿到權力之後 他覺得人民這兩個字 在他心裡面可能已經消失了 他在乎的是權力位置分配 或是怎麼樣打倒政敵 就是太政治化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韓國瑜 他其實一開始 他所喊出來這些競選口號 就是從人民的需要出發 但是很多人拿到權力之後 民進黨的大敗就是 我拿到權力之後把人民踢開 我只在乎 民進黨只在乎黨內的 他的權力分配 大家搶位置 而且搶得是難看的 然後只會去鬥爭在野黨 鬥爭國民黨 然後好的位置就是讓民進黨的人 自己分官位 然後對國民黨就是 窮凶惡己的追殺 追殺黨 對 這個人民都看在眼裡 請問我選你這個政黨幹什麼 你選籃子是奪你自己的位置 搶你自己的位置 然後去打倒政敵 你有為台灣的人民 好好拚經濟嗎 你真的有在乎人民 你現在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嗎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民進黨的檢討 其實還不夠徹底 所以才會有 剛剛你看到這場招商大會 照到底來講 如果這個是由商總所辦 為了南部的招商而來的 事實上我認為台南的黃偉哲 屏東的潘孟安 他們都應該要來參加才對 因為這個是對整個南台灣 有利的事情 但是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 還是政治 就是說辦在高雄 我們如果都來 不是代表我們這些綠營縣市首長 都來給你韓國瑜戰相 好像跟你站在一起 就覺得這樣子不可以 但是我覺得他們想錯了 如果你們今天為了經濟 可以撇開政黨之爭 然後真的是來參與 而且討論出對於整個南台灣 經濟發展非常有利的事情 對這些縣市首長是加分 但是很可惜 他們心裡想的就只有政治而已 所以民可放棄這麼重要的場合 他就是不來 因為他就會來的就是 給你韓國瑜爭光而已 對我們沒有好處 這個是想得不夠深入 在選舉前的時候 我們說韓國瑜穿著草鞋的人 去打那個陳其邁穿著皮鞋的 結果穿皮鞋的人 輸得一塌糊塗 但我們現在看到一些誰 韓國瑜忙著在招商 但是中央忙著在做什麼 整個內閣 蘇貞昌團隊在幹 忙著做的是網紅這件事情 中央透過網路即時的 特別是首長 即時的去做一些政策說明 這是重要的 不過在這個情況下 整個行政院的發言系統 就停擺了 不用設發言人 就不需要再發言人 韓國瑜也是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 他都不透過代理人 他直接來 所以會無死人 所以蘇貞昌你看才幾天 他已經開始眼睛跟韓國瑜一樣 也是紅紅 當初的國民黨 那個出來都是這樣 西裝鼻屏 黑頭車 要做交管 所以是貴族跟平民的選舉 怎麼會才過了 這麼短的一個時間 而且民進黨才執政兩年 整個就翻了 我們又變成這個 要承接國民黨當初被罵的狀態 這情何以堪 但是確實 這個所謂的接地氣 這三個字 是這一次民進黨輸 很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說民進黨在兩年多前 贏 贏回中央執政 而且是完全執政 地方又是大 很大比例的 這種縣市的執政下 是不是大家迷失了方向 大家都在搶位子做 搶著做官 大家都開始天啊 我們這次來 這次可能二三十年有了 所以大家開始 這個交態 驕傲 的這個心態就跑出來 所以我們在敗選之後 一直在談 民進黨如何反省再出發 其中很重要就是心態的調整 你心態上 如果要把那個交態 交氣 去除掉 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也就是說 你必須要回歸人民 這個才是站起來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戰法 就是回歸人民 剛剛友華有談到說 韓國瑜在選前就怎麼樣 事實上我必須要完整的來說 選前在2018年是1月24 是那一次的選戰 是分成四個等級 A B C D四個等級 A級是在哪裡 不是韓國瑜 對 侯友宜才是A級 跟蘇貞昌 侯友宜當初接受的炮火 猛烈到什麼程度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出租套房 鄭南龍 這個制魂案跟他也關 B級才是韓國瑜 對 韓國瑜也是到後期 到後期才開始 我們有在對他有些質疑 但是看起來 那個操作已經來不及 所以只好就拚 拚場 大家拚場 三三造勢 我們也搞一些拚 在現在蔡英文的身邊 最大的派系是什麼派系 是新潮流 但我們看著今天的新潮流 他們的辦公室被砸了 為什麼會被砸 因為他們不知民眾的苦 使得這些民眾的怒氣 沒有地方能夠消散出來 但是我們看著這高雄 韓國瑜的執政之下 韓國瑜知道人民的苦在哪裡 民眾的苦 他要想辦法幫他們 找到一些疏通的管道 讓這些民眾不要再繼續苦下去 是 立剛 韓國瑜現在真的是馬不停蹄 每天一大堆行程 昨天晚上他突然之間 跑到慈徽園去了 慈徽園是 當時他們剛好正在圍爐 圍爐他就發給慈徽園 那個80位院生一個紅包 人家說他為什麼要來 他說他監長出門的時候 他太太叫李嘉芬 叫嘉芬姐 嘉芬姐叫我一定要來慈徽園 他說我一定到 他說他不能不到 因為他如果不聽他的話 他回去會被拔頭髮 所以不能不到 他頭髮已經很少 不能再被拔 所以他一定要到 當然這是開玩笑的話 院長看到市長親自來了 當然打車水棍上 馬上就說拜託市長 市政府的預算 每年只給20萬 可不可以再多一點 馬上要錢 市委員希望多一些預算 當然希望 其實所有的這些團體 他們都希望更多的幫忙 可是韓國瑜就很尷尬 為什麼 因為現在高雄市政府很窮 還欠3125億對不對 你哪有這麼多錢給 他說市政府要錢沒有 要命一條 但是我們可以結合社會的資源 我們現在不得不拜託社會各界來幫忙 市政府真的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也真的是 只能拜託善心的企業 或是這些人士 盡量多捐贈 大概才有辦法去幫助到這些 高雄市政府現在真的是沒錢 沒錢到什麼地步 其實我跟你講 高雄市政府的市長官邸 可是很豪華的 市長官邸之前不是陳菊住的嗎 陳菊住 對 市長官邸很大 500多坪 還真的滿大 然後建平就270坪 那外面那個警衛鋼燒什麼 加起來大概1500坪 那個非常大一個地方 結果韓國瑜看了個半天 他決定我不要進去住算了 他到了市長 他不進去住 他說那麼大一個空空的 我住在那裡頭幹嘛 還要浪費這麼多人力物力 那他大部分的時間就一個人 領多他老婆來兩個人而已 兩個人住那麼大的房子幹嘛 他乾脆自己在外面租個房子就好 一個月花個 想要花個1萬塊錢租個房子 然後自己能夠自給自足就好了 不需要去浪費這麼大的空間 那你不住的市長官邸 這市長官邸要拿來幹嘛 他說以後我們可以辦一些活動 或是其他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個官邸的舉行 這樣又可以省下廠租錢 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真的是 真的是量入為初 一切所有東西都要精算 把這個設計算得直直細細 才能夠幫高雄市政府省錢 但是問題是 高雄市的負債3125億 這又不是韓國瑜欠下來 這是前面的市長欠下來的 那前面的市長 可是韓國瑜他現在外面 租的房子據我所知 好像還是那種兩房一天的小公寓 因為他就認為他自己生活簡單 這麼大的房子 公家配得不住 居然自己去花錢租房子 他們覺得說租量已經夠了 但是問題前市長陳菊 是怎麼在消費的 我跟你講陳菊當年自己在高雄 他是有房產 在古山區玉峰街 108巷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48.37坪的公寓 四房兩廳兩位 他自己有房子 可是他自己有房子沒住 而且去年他一去當秘書長 就火速把房子賣掉 房子也賣了 對 馬上賣掉 他當年就住在官邸裡頭 他住在官邸 官邸適合24小時警衛守護 大522坪 你知道別的費用不講 光是電費 他每兩個月電費12萬 他的電費怎麼那麼貴 怎麼會這麼誇張 他冷氣24小時開不關 後來被人家發現了之後 他說沒有 我們後來有改進 後來我們現在每兩個月 大概只要5 6萬而已 兩個月5 6萬 第一個兩個月5 6萬電費 還是很貴 第二個 你有沒有注意到 一被人家發現 他馬上瞬間就可以砍半了 他以前到底是怎麼浪費 為什麼要浪費跳這麼多的電 所以這到底在幹嘛 所以讓我們覺得說 這個好像反正一切是公家的 隨便他們高音怎麼用 你就怎麼用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所以這真的是滿要不得的 我覺得陳菊 現在雖然已經不是市長 可是過去他光這樣花費多少錢 你看我就剩兩個月5萬好了 一年也30萬 對 所以也是非常多一個錢 所以我覺得做公務員 真的不能這樣隨便亂花錢 但是他連公家的錢 都這樣隨便亂花 你覺得他對散款 會不會比較客氣一點 我跟你講 現在就有人爆出來 顯示什麼 高雄810化氣爆災害 他們當時居然是用這種 論見計頭 而且讓律師想辦法去騙災民 每一個你最好都跟我 先代位求償 你知道這是明白顯示出來 你看到沒有 費用標準及支付方式 第一部分是個案完成階段 依下列標準則依之給 那他是怎麼給呢 他受災者如果具體表現 拒絕或無意願 才會賠償請求全資讓語 也就是不讓市政府代位求長 然後每一受災單位 只有信代幣5000塊 你律師只能拿5000塊 那如果你願意 提出債權讓語意願書呢 你願意簽這個意願書呢 我每個就給你值2萬塊錢 那如果更好的話 簽了你就變成 那個律師可以拿2萬 直接簽債權讓語契約書 就是我真的委託你 委託你幫我代位求償了 然後每一個單位 每一件2萬2000塊 然後我跟你講 如果有請求全員 兩人以上者 每一個人再挑一件 他會怎麼樣 他當然想盡辦法去 要災民去簽這個意願書 甚至直接簽契約書 對不對 我就不會讓你拒絕我 因為你拒絕我的話 我只有5000塊可以拿 對 那就因為這樣子 等於說你是逼迫了災民 每個都要簽代位求償給你 今天總統府發言黃崇燕 跑出來幫陳菊講話 他說這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指控 其實規定都非常非常明確 而且當初為什麼要代位求償 就是讓你比國賓快 實際上代位求償 官司打了多久 也是好幾年 對啊 有比較快 也沒有比較快 而且代位求償的結果 是一定比國賓低 你要知道當初簽代位求償 再來說代位求償跟國賓 是沒有關係的 當時高雄地院 直接打臉市政府 就是說其實災民是可以提國賓的 跟代位求償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能問題是不好意思 你們超過時效 因為超過兩年的時效 所以這些災民 都沒有辦法請求國賓了 這不是很冤枉的一件事情嗎 高雄市政府 為了躲避自己國賓之類 用這種欺騙的手段 這樣對災民是對的嗎 我們看著這樣子 氣爆案件之後 沒想到這些災民 就這樣被呼嚨過去了 錢花媽省了下來 但花媽對於自己 真的是絕對的不會 讓自己節儉的 有華客 沒想到現在這時候 韓國瑜連那個官邸都不住進去 可是以前花媽在那裡面 用錢光這個電費就很恐怖 那我先講一個故事好了 韓國瑜他現在雖然在外面租房子 但是他不動用公款 我們比較一下花媽好了 我沒講到花媽之前 我先講新潮流好了 好 因為跟菊姐都有關係 從前的新潮流請客吃飯大概是一兩千 可是自從掌握了執政權以後 其中一次呢我跟他們吃大概吃多少錢 各位猜猜看 那多一點吧五六千 兩千的十倍 但是現在連招待所 他都自己開 開了一個招待所 各位曉不曉得 一個月至少花費二十萬 這個二十萬的錢從哪邊來 對不起 不是他從腰包裡面自己拿出來 都是動用國家的特資經費 所謂特資費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我們現在講到菊姐 各位曉不曉得 菊姐這一生 他有四大四號 第一個吃日本料理 那第二個 菊姐因為大概是胖 他就怕熱 他怕熱 那高雄從春天夏天到秋天 甚至於到冬天的前期都很熱 所以他一定要開冷氣 電費十二萬 是這樣子來的 那第三個我告訴各位 更神奇了 登革熱期間我們剛剛看到 凱旋路上的市長官邸 對不起 陳菊的官邸 在登革熱期間用蚊帳包覆 官邸用蚊帳包覆 對當然不是整個官邸的 那至少進去裡面那個屋子 他所住的地方全部都用文章 那第四個大家都忽略了 因為陳菊 菊姐比較胖 他非常喜歡什麼 泡湯還有抓龍就是按摩 這個是四個特性 就是菊姐的特性 那過去各位想想看 我們21歲認識菊姐 將近40年的時候 菊姐從前沒有這一些 沒有這些事 那我再講兩個故事 大家會大吃一驚 某國營事業董事長就在高雄 名字讓我保留 國營事業董事長的夫人 她做什麼事呢 就知道菊姐喜歡吃日本料理 還跑到日本去學日本料理回來 你說她親手做 親手做還送到市長官邸 結果她的老公 曾經擔任過高雄市的局處首長 居然升國營事業董事長 這個就是敗壞官真的開始 一道就是薩西米 另外一道各位曉不曉得 帝王蟹的烹調 菊姐那種身體不能吃帝王蟹的 她還特別學帝王蟹的烹調 然後你把帝王蟹的蟹肉通通刮了 刮了以後配日本料理吃 各位一個官員怎麼可以這樣子 況且是國營事業董事長的太太 簡直是標的 怎麼這樣子拍長官馬屁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對不對 她還來台北某家飯店 就在行政院附近的飯店 然後到這邊見習什麼東西抓龍 所以菊姐的吃 菊姐的抓龍都有特殊人 那這一些都是官太太 菊姐她認為她花12萬 她的水費一個月是萬元以上 我都沒有意見 因為這是政府的首長 你有權利這個 但是你的吃跟你的特殊按摩 跟你的泡湯 各位想想看 連董事長的夫人都要到日本學 都要到台北學 然後就是為了孝敬菊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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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講得出來 大家通通不相信 還有一個 各位曉不曉得 高雄氣爆那一天 為什麼那麼嚴重 今天已經差不多 事隔兩三年以後了 我現在告訴各位 消防局一看到氣爆 整個兵力部署通通放在 菊姐的凱旋二路 您說放在市長家附近 放在市長家附近 他怕炸到市長家門口 對 我跟你講 台灣就有那麼多拍馬屁的官員 然後這麼孝順菊姐 這也難怪大家會去扎新潮流 你們現在真的是吃香喝辣 可是你吃香喝辣 你用自己的錢 我找某人沒有意見 但是你用國家的錢 用納稅人的錢 這像話嗎 所以我們今天去討論 新潮流的什麼吃香喝辣 還有他的生活品質的提升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你就不能夠動資 納稅人的錢 這個是非常要不得 所以你比較於 韓國瑜跟菊姐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高下立判了 國慶 我剛剛聽完友華講 我的腦袋裡面是想到 是那宮廷戲 沒想到我們看到 電視裡面的宮廷戲 活生生的在高雄 就在上演當中 常常說這些個縣市首長 要能夠苦民所苦 他們不是苦民所苦 他們是享盡榮華富貴之樂 現在這個時候 簡直就是官逼民返了 我想國館市的館市長 真有任 第一人看過 要真有任就想想 前任的那個官邸 那個床我一定要換過 那個沙發我一定要換過 就開始在想 就開始補底了 官邸一定都是動輒幾百萬在裝修 因為他不喜歡 尤其是政黨輪替 我就不敢煮掉那種味 我就很焦 蔡英文進總統的官邸一樣 一定要換 都是整個全差 動輒都幾百萬 甚至於更高更大的金額 我真的很佩服韓國瑜 這叫做苦民所苦 他高雄人把他 讓他一個賣菜人 可以變成高雄市的大家長 他不享受官方賦予給他的 這麼優惑的一個產品 五百多瓶 對啊 所以他願意又自己長大 我是覺得說 這真的讓大家很佩合他 因為可以穿很多公堂 另外說 因為韓國瑜 他之前在北龍的時候 他一個人睡幾坪的房間 沒有到三平的房間 也是很小間 很小間 所以睡覺了 他跟一個人在高雄在拚 我想他 大跟小對他來講 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反而他住自己大的地方 他會覺得比較主義 他當高雄市黨部主委說 睡得還在那個逃生門旁邊 所以睡小間睡覺了 但是雖然一個小小的動作 可以讓我們國人 給所有政治人物 一個範例 就是說 你當時睡八歲 符合你的官邸的時候 你在安穩睡的時候 有多少八歲 你流樓街頭在艱苦 沒辦法叫他去償稅錢 當時你一個月 像電池水錢 在落落幾十萬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多少人 猶得到 水電池沒辦法去落這裡 燒老八歲 苦在哪裡 所以說我很佩服他今天官邸不住 但是我可以借這個機會 跟他一個建議 你既然要做愛情產業鏈 愛情產業鏈 大家結婚 要去婚衣 要去外景 或是去業者的攝影棚 你可以把內部當作攝影棚 外部放一些賣車 白馬 讓一些想去高雄拍婚紗的人 可以在這個場所 可以做一日市長 一日市長夫人 我相信很多人會願意去那攝影棚 而且還可以出租 很多人會用愛情產業模式 給你進駐在那邊 這個會有很多人去 我去住 不是住 但是至少市長官邸 這個名字還留著 他後來怕他會說 以前爸爸媽媽分殺 韓國瑜市長 讓出來給大家 讓大家去拍照留念 留下來記憶的一個場地 還可以收錢 還可以有進帳 這是我對他一個稀稀的建議 我站在我的角度 今天我做市長 我要將這間活化起來 不只是辦這個而已 你像冬天 或是說一些親寒之女 或是說一些慈善機構 都可以來那邊辦一些 比較溫馨的 有裡面也有熄來也有熄外 你可以充分的去活化 但是我在這裡也是感謝 我們那個韓國瑜市長 高雄人感受到他會接勝 剛才說到之前花媽市長官邸的時候 登革樂在流行的時候 對於他的水給我掛到 跟他先裝上那個勾沙網 沙網 我相信這不是花媽局解公 你們去跟我們競爭 我這裡不可以找到 拍馬屁 是 官員的馬屁文化 你們這裡官員要拍馬屁 就說市長 這時候登革樂在流行 你放心 我有點把水膏都蓋了 我們這裡絕對都安全 市長這麼貼切 這麼溫馨 一定會重視 一定會給他加強 其實這就是我們台灣的 官場的文化 我希望說官場文化 你不要只因為要求官 因為要高興 來賣家裡這麼艱苦人 只想說我怎麼去拍馬屁 反正我跟對人 你看花媽帶了幾十個人 18個到台北 都到中央了 你看十八個對 很多人是出事 民進黨的朋友們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當人民的感受 是知道你這個官員出了事情 不是 一段時間後 還都高升 這就是民進黨最慘的地方 很多人是出事 出事又高升 有人出事又可以做代理現場 不用算來做館長 剛才民進黨 這麼聰明的人 兵會出來而已 所以今天民進黨 在新潮流辦公室被砸 這不是意外 剛才我還在討論 是怎麼跟他們說 怎麼才會輪到這段 我想這一位去砸的人 已經忍受了很久 忍受很久 你知道這個人曾經 為了公共事務 他曾經生命都不要 自焚 自焚 只要人氣下去 沒點到火就被制止 這個人連命都沒有愛的人 他今天進到這段 去講新潮流辦公室 他人都受不了 動會掉 那段小段 我剛才看 其實新聞也說 他不表達什麼意見 甚至可能也不夠 因為他是氣憤 你想像 這種人 連命都不要的人 他看了這一段期間 民進黨的大敗 大敗之後 有穿穿的檢討嗎 有接地區嗎 有知道人民發出的訊息 是要跟你解釋的嗎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還想說 未來要怎麼整合 要怎麼去選舉 要怎麼去贏 要怎麼去贏 想像我告訴你 民進黨如果沒有輸到肚肚肚 真的打不起來 看著新潮流的辦公室被扎 也可以看到了 許多支持新潮流 其實他們心裡面很歐 歐在哪 我看到了菊姐到了北上之後 帶了這麼多的人馬 有問題的人 居然都去卡了那些國營事業 我看著那蔡英文到現在說 他要改變 但什麼都沒有再改變 而現在整個混沌之下 再來2020馬上就迫在眉睫了 但韓國瑜看到的是 中央現在這時候 你真的會幫我嗎 看來3000億的負債 我還得自己靠自食 自己的力量把它解決掉 對 我覺得今天 這個社會運動者 他去扎了新潮流辦公室 他要講一句話 他說他們是在吃香喝辣 不知民間疾苦 而且他其實直接點名了 三個人叫做偉政客 一個叫蔡英文 一個叫陳菊 一個叫段以康 他為什麼點名這三個人 我認為他認為這三個人 是可以影響民進黨 一方面陳菊跟段以康是新潮流 一方面他批判的是民進黨 所以你有權力的人 你不改造這個黨 你只在乎自己的權力位置 吃香喝辣 他看不下去了 如果以剛剛前面提到說 陳菊在高雄 是這樣子的一個生活 然後他允許國營事業的 董事長夫人 幫他做日本料理 允許人家來幫他學按摩 來服務他 請問他心裡真的有人名嗎 他是不是太在乎自己的享受了 吃的享受 我覺得他簡直像個武則天一樣 對 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剛剛聽到 我其實還滿訝異的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代表說 你今天你說下面的人 為什麼拍馬屁 是因為你這個主事者 你喜歡 你在乎 所以下面的人只是逢引上意 我投其所好 你這個主事者愛什麼 我就給什麼 你可以看到 之前在馬政府時期 馬英九他對於別人的 這一些證你什麼 他下面的這一些部署 要給他什麼東西 他是一律拒絕的 為什麼 他建立一個風氣 我不要下面的人來討好我 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你此例一開之後 你會看到像陳菊這樣的現象 任何他下面的人 要來拍他馬屁 他照單全收 什麼都收 所以會把所有的 自己的胃口也越癢越大 其他人的招數 也會越來越多 結果請問 這一些他下面的人 有把心思放在治理上面嗎 包括他自己 有花很多的心思 真的是在高雄市政 該怎麼治理上面嗎 所以我覺得當一個 你拿到這麼大權力的人 你的優先順序都搞不清楚 然後多數都來仇佣自己人 仇佣自己的時候 這個叫做會腐敗 對 事實上今天你可以看 高雄為什麼會被翻轉 除了韓國瑜的魅力之外 高雄人心裡 有沒有一股隱隱的聲音 也覺得該換人了 為什麼他想要換人 他就覺得長期這樣子下來 好像對民進黨太好了 這個也是不對的 因為絕對的權力 會讓人家絕對的腐敗 這一句話是顛覆不過的道理 民進黨的大敗 你說他有反省徹底嗎 我認為沒有 因為他現在想法是說 我要怎麼圍堵韓國瑜 我不要讓韓國瑜做大 我不要讓韓流效應持續的發威 所以只要是韓國瑜 想要推動的這些政策 他能怎麼去卡 他就怎麼卡 他當然不想明卡 但是他會怎樣 按卡 就是說我讓你會過很多關 我讓你就是沒有辦法那麼的順 等於蹭不難行 對 所以你的政績 就不會在很快的時間之內 可以顯現出來 但是對照你看 當時他們2016大勝之後 陳菊還是高雄市長 他們是怎麼做的 陳菊跑上去中央找林權 林權馬上開了一個小組會議說 你欠的這些勞健保計算方式這樣不對 我幫你改算一個公式 改了之後 立刻解套100多億 送給陳菊一個大理 100多億免還 新的計算公式下來 100多億不用還 結果他們現在怎麼對待韓國瑜 市長換人之後 韓國瑜也說 我們欠的這些 可不可以中央幫我們想一些什麼辦法 他說沒有辦法可想 而且部會還直接跳出來說 趕快還就對了 你欠我的勞健保 你就馬上給我還 你看這個 這時候就翻臉不認人了 對 就天差地別 一個陳菊就是給他額外的恩惠 100多億不用還 一個韓國瑜就說 一毛都不能少 而且趕快還 沒有分期付款 最好不要分期付款 趕快還錢 你就知道說韓國瑜現在 雖然他的人氣還是很旺 但是他後續的執政 我覺得還是會遇到 中央的一些挑戰 當時馬政府你知道 他給這個陳菊多少錢 六個縣市 他給他1000多億 給的是最多的 補助最多的 第一名 那你說 這個就是說 我只看到地方的需要 他已經撇開這個藍綠了 就是說你地方 真的是人民的需要 我還是可以給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就是缺少這樣的一個高度跟心胸 他們是斤斤計較的 你這是國民黨的是不是 國民黨的執政縣市 要多要一毛 沒有就是沒有 那看起來現在這個時候 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花媽在當時 他在高雄去當市長的時候 相信他那個時候 一定很有報復很有理想 但後來一堆人圍了上來 他那個時候也都照單全收 口袋裡面也塞飽飽 現在到了中央去 繼續把他該安排的人 全部都安排過去 民眾看在眼裡 民眾知道你在做什麼事情的 現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2020還玩得下去嗎 2020有沒有機會繼續執政 就是看我們這段時間的反省表現 目前有嗎 這個反省表現當然 蘇貞昌院長他的刑事作風 大概希望能夠帶動 新的一個行政院的文化 除了這個之外 大概各縣市 現在因為政黨輪替 高雄 台中 這種政權輪替以後 難免就會有這種質疑出來 你這個做了過程之後 沒有什麼問題 那個沒有什麼問題 我是覺得現在 不管是藍或是綠 在執政要浪費工廠不容易 除非你這個議會 就是說你過半 放棄 但是你放棄這個監督權 也有國民黨的這些議員 雖然沒有過半 但是他們也有話語權 他們也有質詢權 也有監督權 所以這個強而有力的一個 社會監督的情況下 加上媒體的這個 資訊的流通速度這麼快 我說真的要浪費工廠 恐怕不容易 說實在 恐怕不容易 這個高雄 韓國瑜上來以後 他說要停一 建二 停一大概就是那個輕軌 的二旗工程 這個部分就是所謂的 公共工程效益的問題 所以負債不是問題 是工程是不是文子工程 是不是工程低效率 不是人民所需的工程 對這個都市的經濟發展 沒有幫忙的一個 一個等於是一個 浩大喜功的一個工程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就應該要修正 要修正 安插自己的人 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要回歸到 行政院的人事的決策權 這當初是他在安排這些人 都不是他在總統府秘書長任內 高雄市長的時候 所以大家就會懷疑 今天之所以新潮流的辦公室 被砸門 被破窗 甚至被貼了挑戰書 就是因為這些人事的安排 在那個時候安排的過程中 行政院的人事的決定權 是妥協的 是旁落 旁落給派系 所以基本上 可是派系做大 現在不是行政院的人事權 就低頭 是啊 所以這個才是人民認為 不當的地方 畢竟今天 國家變成是這個派系的 對 今天選票不是投新潮流 今天選票是投小英 也不是投林權 也不是投賴清德 也不是投花媽 所以基本上 這個還是應該要向人民負責 的一個施政 所以為什麼 蔡英文總統他吃盡苦頭 你說我跟派系也不得不要 要和平相處 或是說要妥協 結果你這樣子的安排 就被批評 批評說整個派系把持 甚至記者都直接問總統說 你有沒有覺得你被架空 問起來很沒面子 如果做總統去問這樣 我說誰架空我就把誰拔掉 看誰架空誰 對不對 可是蔡英文不敢 我感覺是去架空 是 所以連記者就在這裡問 我感覺他就是去架空 這個是很痛苦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是覺得小英應該是 開始在改變 開始改變 他現在要做他自己 他要向 可是他在派系中答過很痛苦 他能改變得了嗎 我不知道 但是他努力去做 如果說這些做不好 或是說我們各地方的施政 地方我說縣市的施政被遣討 的過程中 讓人民相信你民進黨是 不應該繼續再執政 可是人民現在就是因為 過得很痛苦 今天才去扎 新潮流的辦公室 這個是民進黨內 或是說支持民進黨的支持者 連自己都有這樣的感覺了 心裡面覺得你新潮流太霸 小英沒辦法改變 小英老實在改變 就不會叫蘇貞昌院長 回過來當行政院長 就是一個人他沒辦法了 我相信 不然他跟蘇院長的關係 你很清楚 我相信 說不然你比較像緣少人 我叫緣少人來做行政議長 就是他已經沒辦法了 他已經比沒練了 他已經腮無補了 他才會請他來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 沒辦法改變 小英沒辦法改變 我覺得這是一個連環 連連鎖反應 當初小英之所以請蘇貞昌出來 接這個格奎的位置 是因為賴清德這個辭意甚監 所有的派系的大佬 認為蘇貞昌比較好 派系大佬認為他二一的對應 所以他妥協 妥協之後 照理講他是在找蘇家權才對 不動 不動的情況下 這是第一環第一個影響 但是第二個影響就是蘇貞昌 甘雨現狀嗎 蘇貞昌如果說他要為他自己 歷史定位而戰 歷史定位而做 他會甘雨現狀嗎 不市任的格奎 或是行政院的這些不市任的官員 他是不假 顏色的 你看看他在不 換不掉 下面都不是他的人 很難講 很難講 當初蘇貞昌可以要阿扁換掉 蔡英文副院長 他這個時候也會討 哪一個部長不市任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 蘇貞昌不會甘雨就是 被安排的這麼一個現況 所以整個要討論 2020民進黨的機會 就是這些事情要處理好 然後讓人民有感 所以為什麼 剛剛我們在談網紅 這蘇貞昌急 他如果說不去讓人民知道 他的衝衝衝衝衝衝 這個政績的話 白幹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急 所以才會有用這種方式 來表達他們施政上的 一個內容 到底會不會操作失誤 或是說操作過度 然後人民會覺得你們都在 花拳 繡腿都在做網紅 繡 而沒有真正落實到 人民所關心的事情 這個就在考驗蘇貞昌的智慧 有話 人民要有感 但問題是現在這時候 人民真的是有感 有感的問題是在於說 花媽仍然在中央 仍然拿著那高位子 從地方到了中央 該拿 該吃 該喝 該安排的人士 他全部都喬好了 我剛剛聽完國慶兄跟俊毅兄講 我心中的感觸是非常非常的深 我這邊我再舉一個例子 連幫陳菊弄頭髮的 都可以以機要職任用 現在他還在用 那請問 他到中央咧 現在那個人還在用 還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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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麼事幹不出來 那我講的不是拒絕 我講的是我們的體制 是不是出了問題 這個東西我講完 那我現在我告訴各位 輕軌 輕軌我現在查了 言萬敬他表面上他是牽線人 什麼抉擇他都沒有 那我想請問 有兩家代理商 是如何透過上層的關係 去影響城局 我去問相關單位 去查這件事情的 他就說沒有弊端 他說 相關單位說沒弊端 沒有弊端 好 我告訴你沒有弊端 那我現在問 輕軌一期 我就不講了 我想一期的交 二期的交通號制 基建土木訊號 是哪一個公司承包 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繞個一圈 你就乾脆交給一期的公司 你就解決也就算了嘛 但是他這個車廂 西班牙公司承包 我現在告訴各位 西班牙公司的承包 他還要找另外一家 去搞什麼 交通號制 訊號 基建 基電 土木 還要去買專利權 需要弄得那麼複雜 當他弄得一堆糊圖的時候 可是越亂中間 越有一些東西 人家看不出來了 除了看不出來 你更重要的 我今天講 言萬敬你表面上是牽線人 事實上 新潮流上面還有兩個人 請問在你們招待所談了幾次 接連一個禮拜都在那邊談 談到了最後為什麼會選擇西班牙 我終於知道答案了 就是說透過西班牙去買專利權 那這些專利權 各位要知道專利權 那你只錄一個120萬美金 這個東西就是永遠就控制在這一家公司的手上 那這樣子一搞 各位曉不曉得 以後我們交通號制壞了 或者我們斷電了 或者我們停電了等等這些 他這個 他這一家代理公司 就有極大的權限 這些權限 那請問錢到什麼人的手上 可是你那個錢到最後轉了一圈 可能進到某個人口袋裡面 這個 這個我不能確定 未來新潮流他還要提 自己的人選出來選嗎 2020那你說 新潮流會不會派自己的人出來選 一定會嗎 因為選舉要有銀彈 銀彈就需要有募款 或者是任何的經費 好 那我可以告訴各位 新潮流為什麼做這個轉折 因為民進黨今天已經敗選了 你再有錢的話 最多不過半年的 半年能夠搞到多少錢 大家算一算 但是我在外面有一個 長長久久的金庫放在那個地方 這也就是說新潮流 他為什麼那麼喜歡派人出國留學 就是派他那個自己的去 去招待所還有去其他地方 談那個任何事情 他們談完的時候 在真代理權的過程當中 我只能夠講 誰出的趴數高 誰一定成標 然後我就找你這家 你去跟法國去談 談商標 不 談代理 談商標權的問題 專利權的問題 所以他搞得那麼的複雜 而相關單位居然不查 然後菊姐知不知道 菊姐我相信他去西班牙的時候 應該不知道 可是他到法國的時候 應該知道這些事情 況且到了法國 就我所思 法國告訴他 車子不要那麼急的送回台灣 我現在問菊姐 我也現在問高雄市政府 這一台車廂有沒有經過測試 你把答案告訴我 就是說車廂做好 你要經過測試 那你才能送到台灣對不對 你測試報告是在哪裡 這一點高雄市政府跟城區 都要說一個答案出來 我現在不管新潮流要不要中介 但是這一批車廂 請問是經過怎麼樣的測試 你測試報告有沒有送到高潔 沒有嘛 你車廂裡就進來 膽子那麼大 你膽子那麼大 那我不能說你一定是有弊端 但是我可以合理的懷疑 沒有經過測試的車廂 你把它送到台灣來 什麼意思 況且基建工程根本沒有做 以後適不適用都成為問題嘛 高雄現在的建設發展當中 有三千億的負債卡在那其中 可是有些人說 還留著效應到現在這時候 仍然在延燒當中 最重要一點就在於說 這一次的時候 我們看到台北的立委的補選 雖然是民進黨的這個 立委補選上去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寒流的效應的發酵之下 你可以注意到 磕粉的效應正在那衰減當中 是 立剛很多人都在告訴我們說 寒流已經過時了 寒流已經真的降溫了 真的是這樣子嗎 其實今天上午11點 韓國會跑到鎮南宮去發紅包 下午2點又馬不停滴 跑到鳳怡宮去發紅包 其實這兩場都是爆滿 你看現場人超多 那一排都好幾百公尺 你看到處都是人 非常的壯觀 實際上一般政治人物 在發紅包的時候 大部分就是行李如一 這樣把紅包封出去都算 你現在看這個畫面 這是選舉權吧 這不是 這是現在 就是今天下午 今天啊 對 今天早上才發生的事情 怎麼是這麼多的人 是 因為真的很多人 要來看韓國瑜 所以他魅力真的還是不減 你看他遇到小... 把他當作像明星也要來追 你看他遇到小孩子 他一定會摸摸摸頭 甚至蹲下來跟他平行 然後看到老人家也都會照顧 你看 看到這小朋友他自己蹲下來 其實這樣子 你一個地方發上千個紅包 這樣絕對很累 那要很多時間 其實很累 所以他手還不小心被人家拉傷 你知道 那也有人要趁機去偷摸他的光頭 我也不知道摸他的光頭 到底有什麼好爽 但是我譬如說 其實韓國瑜不像一般戰爭物 他只是發過去就算了 其中有個孕婦 他看到那個孕婦大富便便 然後在那邊排隊 等了一個多小時 後來他紅包已經發完了 你知道這怎麼辦 沒紅包了 是 那他就覺得說他一個人在那邊 很可憐 韓國瑜想辦法趕快 跟他旁邊的那個水護人員 就跟他講說 還沒一個再拿出來 然後特別走過去發給他 因為他覺得一個孕婦 那麼辛苦 在那邊排隊一個多小時 如果不想有辦法幫幫他 怎麼行 所以我覺得 他不是單純只是在發紅包 他還是有在注視 到底這些民眾 每一個人的觀感 每一個人發生什麼事情 他還是有在看 所以我覺得 他這一點的用心 跟一般的政治人物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知道 昨天立委補選結果出來了 台北這邊 士林大同區是何志偉當選 他以47.7%的得票率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的話 之前選前的時候 每一島電子報的民調 何志偉當時支持度是28.3% 陳秉甫是18.8% 然後陳思宇是10.3%而已 結果選後陳思宇沒什麼變化 可是陳秉甫其實大幅上揚 陳秉甫的數字上揚 3分之21了 是 到39點多 何志偉還沒有預想中高 你要知道2016年的時候 姚恩志得票率是59.29% 將近六成 結果他現在只拿到4成7 所以整個好像有盪下來 實際上有人說 有一個關鍵就是1月22號 韓國瑜有北上幫陳秉甫站台 可是這只是像這個沾醬油一樣 其實他只是談話一線很快就跑 其實他並沒有真正全力來幫他衝 所以有的人就說 其實這一次當然何志偉 是成功幫民進黨 保住了這個席位 可是你要知道這個席位 馬上就要改選了你知道 因為馬上2020又要重新再選一次 所以2040的時候 是 如果這個時候 國民黨能夠重新推出一個 比較適當的一個候選 你要知道何志偉這一次選 他之前他準備了一年多 他之前把市議員都不選 讓給他少值來選 然後國民黨的陳秉甫 其實是選完之後才決定 要來選這個立委的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雙方準備了時間 還有這個地方本來就是一個 深綠鐵票區 綠營的挑艙 對 所以陳秉甫能夠選到這樣 已經不錯 如果說2020年 國民黨能夠推出一個 更積極 而且已經準備了適當的人選 然後再加上韓國瑜 全力的輔選的話 你覺得不可能重演 當年的八仙過海嗎 要說2008年的時候 當時國民黨喊出說 海美市立委要八仙過海 結果當時王氏這些都不可能 如果這樣的話 八仙過海我就跳海給你看 結果他就真的跳海了 結果他就真的跳海了 他就真的跳海給你看 因為當年國民黨真的八仙過海 他輸給周手續了 其實他都不小心摘下去 他也不下去 還是跳下去 沒關係不管怎麼樣 人家是有實現他的諾言 所以挾著這一股寒流 再加上如果民進黨執政 始終不得人心的話 2020國民黨要再次八仙過海 贏下這一區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前兩天 韓國瑜講一句話很值得萬位 說了什麼 記者跑去問他說 現在國民黨有四個大太陽 就吳登義 馬英九 注意了 王金平這四個人 你到底支持哪一個太陽 結果韓國瑜你知道他怎麼回答 他說我是後裔 後裔要射太陽 後裔我們都知道 那個故事裡頭是 他射下九個太陽剩一個 意思是說他要把這太陽 射掉三個剩一個嗎 那射掉哪三個 那哪三個要不要射掉 尤其是他最近跟王金平 走得比較近 所以很多人都在想說 他到底是要射誰 那當然後來他跟記者講說 沒有 我只是開玩笑 大家不要太認真 那問題他真的只是 單純開玩笑嗎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這些太陽 搞不好都在剉了一旦 因為已經有後裔在等著射你 國瀬看著他後裔 準備要射太陽 國民黨自己裡面現在這個時候 看來2020要哪一個人出來 我們還得看這個後裔 把誰給射掉 可是這邊有一個數字很有趣 我們注意到在這次立委的補選當中 何志偉他本身的得票數來說 他跟當時的姚文智來說 其實是下降的 這個時候民進黨2020 他們看到這個數字 應該會擔心了吧 這一次的補選 國民黨跟民進黨算打平手 台中跟台北一個黨哪一個 在台北何志偉會當選 我們一點都不意外 我的預料他就是會當選 因為他已經準備了很久的時間 他也年輕還有他的家族 跟他過去在電影的經營 確實是對他來講相對比較有利 所以他的動算其實不是黨部的力量 現在民進黨在低欺壓中很低迷 電腦小英去街道幾座 電腦他不一定教他 蔡英文來說2020 小英是不是一個警訊出現 現在小英內外交迫 你昨天沒有看到 好像昨天看到了這兩天 謝院長 謝院長他人在日本 他到底是有多愛我下台呢 我比較好奇的是 圍剿一個諸外代表 帶給大家多大的成就感 他又寫FB了 對啊 謝長提又寫FB 對 他在臉書上的心理感受 那這幾天有媒體在盯他的問題嗎 好像沒有吧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 他為什麼會PO 不敢急我嗎 不是 既然媒體都沒有在打他 他會寫出這個心情 就表示我們民進黨內部 有人想把他拉回來 拉回來 他現在有人在整他 他說到底是多愛我下台呢 他不是說媒體 他不是說國民黨 所以他已經聞到那個風聲了 對 我比較好奇的是 圍剿一個諸外代表 帶給大家多大的成就感 我想這個是對內的 其實他是把心情表達給黨部 給黨的從政人員 給小英知道 那誰拉他 誰想把他拉下來 我想只有小英知道 只有小英知道 蘇貞昌嗎 他有聽到了 蘇謝的心血 所以我說小英 他還鎮壓得住嗎 他現在除了想說 我要怎麼才能再代表 2020參選 他會找蘇貞昌 蘇院長 那時候我都想不到 我今天說他會去找 蘇家傳 蘇議長 蘇議長 蘇議長是最後一張藝 因為蘇議長 沒有出來做營政一定會有 他當立法院長 一年後大敗的話 他連院長也當不上 倒不如這一年來幫小英 來穩住軍心 來施政 來做好 看能不能贏回百姓 對民進黨的支持跟信任 一定會找這補 找這條 還不然他也會找謝長廷 要回國他也會找信任的 謝長廷院長回來 可是他卻找了一個 跟他不對盤的蘇貞昌 沒有辦法穩住整個民進黨內部 換掉他的聲浪 妥協 妥協 他才會找蘇院長 來做行政院長 當然蘇院長他的執行力 和他的破例 毋庸置疑 很快 速度很快的就可以穩住 那小英變成什麼 政務他也不能理 內部還要去處理這些工作 還有最主要的是 柯文哲對他的威脅 他一直給柯文哲釋出好意 希望白綠河 你給他看 自討沒趣 北門會談 對 北門會是自取其爐 對 根本他就沒辦法插面 也是一樣戰犯交出來 戰犯是誰 對 戰犯 戰犯是誰 戰犯就是 什麼人 柯文哲想在意的是說 MG149的時候 我被國民黨打的時候 民進黨包括民主 大家都替我辯護MG149 包括我也每天在第一邊 現在一個分開而已 以前我是英雄 我是好人 現在分開而已 我變臭人 我變黑人 我變販賣器官的嘴人 對 政治有這麼惡毒 這麼殘酷嗎 所以他現在還要面對柯文哲 想跟柯文哲合 但是黨內大家都不愛 反的力量大 所以根本小英總統 我真的很同情他現在的處境 為什麼當一個總統兩年多 可以把自己搞到里外不是人 內部的人也不支持你 習日的戰友也叫你交戰犯 所以說明年的立法委員選舉 這個母雞非常重要 所以小英才會請蘇院長 來穩定政局 你看現在呢 在日本的謝院長情何以堪 你小英選主席的時候 選要選總統的時候 都是謝長吉 老總是謝氏 對不對 給你聽 聽一聽 我現在在日本 不然也說要來這裡勇怒 還有人內部要搞我 才會有謝院長寫了這一段話 這一段話不是媒體 或者是國民黨給他的壓力 這一段話我相信 我對他了解 是內部有人也不滿他 連日本都不再給他做 要去人家回來 軍議 國民黨裡面現在這個時候 要把這個太陽給射掉 後裔居然可能會變太陽 但是剛剛國慶講到一件事情 謝長廷很感慨 居然拿了那個 FB上又開始寫東西 有人想把他給射下來 但軍議你自己跟謝長廷關係非常好 是誰要把謝長廷給射下來 我們是好朋友 事實上他也想要回台灣 他是誰自己想嗎 那就不會寫那些FB 會啦 但是你知道他回來想要貢獻 但是現在 最好卻給蘇貞昌長 沒有院長 他不能叫他去當什麼部長 所以他也只好只好就留在日本 但是如果這個情況還要被逼退的話 那他當然會 心情鬱準 實在 所以有人要逼他 誰要逼他 不會是我 你跟他那麼好怎麼可能 那是蘇貞昌在逼 誰會逼他 他自己講就好 媒體曾經也有一段時間 就是他發這個FB的文字之前 也有談到說 是不是要換掉他 因為那個副代表的問題 什麼一大堆 他只是揣測說 民進黨是不是要換掉他 對 背後當然 民進黨的這個內鬥 有力量在推動 本來就是持續不斷 雖然說這種內鬥在社會上 或是在媒體上 並不是常常可以看到那個痕跡 但是事實上是內鬥滿嚴重 所以這個時候在考驗 小英的定力 他的定力如何 定海神針 他的定力如何 如果他的定力一稍有 這個不勝的話 可能又會掀起黨內 對 另外一波的 派系的不平衡 我覺得為了自己的醫生 謝院長 但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先來連線高雄市議員陳琳娜 琳娜 你好 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看到你跟韓國瑜 到了那裡漁市場去 有的探訪他們非常的激動 他們希望說能夠改變 現在的現況 能夠讓他們經濟變得更好 韓國瑜也答應他們說 我一定會幫你們做好 但韓國瑜現在上任到目前 已經一個月的時間了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馬王諸侯 馬吳諸王他們等人 他們其實很多事情 他們沒有辦法做到的 可是在韓國瑜現在這時候 他都有辦法一一把它破解 而當時連支持陳琳娜的一些 他們現在這時候 觀念好像也開始在改變了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高雄市有一個 滿特別的一個氛圍 大家現在都彌漫在一個 就是說一定要賺錢 一定要讓經濟變好的 這樣的一個氛圍影響 所以民眾其實對於政治上面大股 大家怎麼操作 我似乎慢慢的越來越不感興趣 大家只想到 就說怎麼樣讓自己的生意變好 怎麼樣讓大家過好日子 這件事情似乎是變成 高雄市所有的市民的共識 然後大家覺得這件事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市長 不論到了這個漁市場的時候 可以看到很多的這個漁飯 跟他來做一些 就陳情的動作 希望就是說 將來的生意能夠 越來越好 因為前一陣子在生意上面 的確是不太理想 但是在韓國瑜上任之後 慢慢的整個這個生意 有變轉好的一個狀況 他們也感受到說 整個氛圍來講 他們發現就是說 韓國瑜上任之後 的確在經濟上面 有上開始好轉的情形 不是只有在這個漁市場的部分 我們甚至是可以在 其他的各行各業都可以看到 好像似乎是觀光的人潮變多了 很多的高雄市在夜市裡頭 越來越多的人 那所以很多的人就感受到 高雄的確變熱鬧了 高雄好像的希望越來越高 那高雄人呢 對於這個將來的越來越保持 有一個樂觀的態度跟機會 所以呢 所有的高雄市民都希望 將來高雄的經濟 能夠真正的翻轉 那這一刻呢 市長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不斷的在很多的地方 不斷的去招商 然後甚至呢 鼓勵我們的民眾 但面對所有的觀光來的人潮 大家都一定要用最 親切最陰沉的這個心 來接待所有來到高雄市的觀光客 韓國瑜他到鳳儀宮去發紅包 我們看到那個影片 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新聞畫面一出來 我們都覺得 怎麼看起來好像是在 那個選舉的時候 結果可是現在早就離選舉 又過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了 沒想到現在韓國瑜到了哪去 都還是人山人海的狀況 在韓市長的風潮 在高雄市依然是沒有退却 今天不是週宵假日 但是今天到了鳳儀宮 我們可以看到人非常的多 預計要發一千個紅包 但是到的人潮大概有兩三千人 所以後續沒有領到紅包 其實很多的民眾非常非常的失望 但是市長還有許多發紅包的點 也歡迎大家繼續 再到其他的點去排隊 在高雄市整個在市長的紅包 現在變得非常非常的熱門 每一個人都希望就是說 拿到市長的紅包 然後今年能夠發大財 所以整個氣氛上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烈 甚至今天雖然不是假面 還有遠從其他縣市來的民眾 也持續的希望能夠 拿到韓國瑜的紅包 希望今年拿到市長的紅包 大家都能夠有一個好運氣 都能夠發大財 一米 看來現在這時候 民進黨自己裡面 看來這個風雲四起 看起來這個時候 完全是不平靜的狀況 可是國民黨裡面 現在這個 許多的這些大佬們 都想要變成老大 可是有個後裔出現了 後裔說要把這些太陽射掉 但會不會搞到最後 後裔自己變成那顆太陽 我覺得這個韓國瑜 也滿會創造話題的 所以他這個後裔說一出來之後 大家先問說 要射掉誰這樣子 他本來只是想表達說 因為後裔的功能 他是把太陽射下來之後 整個地球不會過熱 才不會造成人民的痛苦 國民黨你四顆太陽在這邊 所以他應該是說 他用後裔的比喻 我覺得是有一點不妥 因為最後他會射到自己 所以他今天有一點改口 他說如果我自己做不好 我會先射向自己 所以他不是要去取代誰 當然我覺得韓國瑜 他現在在國民黨 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即使他沒有擔任2020的候選人 擔任這個位置跟角色 但是大家剛剛已經分析了 他的扶選的要角 整個國民黨的扶選的主將 一定會回到他身上來 因為你論人氣人望 現在看起來的話 他絕對就是最亮的 雖然不把自己比喻成太陽 但他是實質的 我認為他是現在國民黨裡面 實質的太陽 他會發光 他會發熱 而且他的發光發熱 會去影響候選人 所以你現在去問 國民黨要去選區域立委的 這些立委們 他們最希望 2020誰來幫他站台 那一定是韓國瑜 就我所知 很多人就紛紛透過各種管道 現在就開始醞釀 現在就要開始安排 對 已經開始在喬 在預約韓國瑜的時間 你知道嗎 就是搶成這樣 大家知道說 只要韓國瑜願意幫他站台 然後駐獎 這個會有票 所以韓國瑜的人氣不在於 他要不要當2020的總統候選 而是他是實質的影響力 他現在即使是一個高雄市長 他不用有黨職 大家都知道說 選舉要找誰 韓國瑜 就像剛剛前面大家講說 小朋友 一喊到韓國瑜